大家好,今天的主題是生蠔 今天的影片要介紹兩種生蠔的吃法 一個就是生的生蠔,然後一個是焗烤熟的生蠔 首先生的生蠔的部分 我們要先來做一個傳統法式的叫做Minone的醬汁 那現在在世界各地,這是一個非常流行 就是主要拿來搭配生的生蠔的一個醬汁之一 做法非常的簡單 那我今天是使用紅酒醋 就在攪拌鋼盆中加入紅酒醋 然後砂糖、現膜的黑胡椒 那這個Minone的醬汁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黑胡椒都一定要用新鮮的 它的味道才會夠突出 那這個現膜的黑胡椒它的粗細 有的人會喜歡用比較粗粗一點的這個碎粒 那稍微磨碎 那有的人會用磨的比較細小的也是都可以 那它的唯一一個重點就是要用整顆黑胡椒 然後去現膜 然後今天這個比例有稍微混了一點點日式的風味 所以加了一點點的薑泥 這部分是可以省略不要加的沒有關係 先把剛剛這個糖、黑胡椒跟醋都先混合好之後 我們再來切這個紅蔥頭碎 要盡量把這個紅蔥頭切的細碎一點 它在這個醬汁中它的味道才能比較融合 這裡有一個小重點就是它的處理順序呢 最好是要先把醋液體的部分處理好 然後這個紅蔥頭碎切完之後就可以馬上加入到醋裡面 因為切東西它在切完之後它一定就直接開始在進行氧化了 紅蔥頭啊或者是洋蔥這些東西 它在氧化過後它的味道會變得比較苦一點點 味覺比較敏銳的人應該是吃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盡量將它這個跟空氣接觸氧化的時間呢 把它縮到最短 所以我們會先把這個醋汁調好 然後再來切這個紅蔥頭 切完之後馬上就直接把它倒到這個液體裡面去 那它一接觸到這個醋之後 它就會停止氧化 因為它沒有接觸到空氣了嘛 那這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小撇步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在切這個洋蔥碎啊 或是這個紅蔥頭碎的時候 盡量就是讓它一刀斃命 就是切一次就把它切到你想要的粗細大小 我們不太建議一直用剁的方式去把它反覆剁碎 因為你去反覆這樣剁碎的過程 它的溫度會提高 然後它不斷的跟你刀子的刀面接觸 這些都會加速它一個氧化的過程 還有它的水分釋放 那這個過程都會造成對這個食材的風味 會稍微有一點點破壞或是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會希望在切這些東西的時候一次就把它切到位 那當然如果一開始的技術可能沒有那麼好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啦 那當然就是建議說 如果有辦法可以一次切到想要的大小的話 這樣是最理想的 這樣子所有的材料都跟醋混合好之後 這個Millionaire就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這個取烤生蠔的醬料 那這個取烤生蠔叫做洛克菲勒烤生蠔 不過就我所知其實這道菜它的原始食譜中 並不是使用菠菜 而是用有點類似法式烤田螺裡面的一些 綠色香料然後跟奶油去混合成的一個這種 綠色的醬汁啊 但是我想可能是因為後來便利性 還有這個成本考量 然後慢慢的演變成最大中 反而是使用菠菜來做 那如果使用的是一些進口 或者是本土產的這種嫩葉菠菜 就是Baby Spinach 就是它已經是很小葉的 那這一種的話就可以不用切了 因為它在煮完之後縮水之後 其實就已經很小了 不過今天這種葉子比較大的 就一定要稍微切一下 菠菜洗淨切碎之後就放置一旁 我們接下來切這個乾蔥碎 就是紅蔥頭 那做這個醬料它的紅蔥頭可以不用切的 像剛剛做Millionaire的時候那麼的細 稍微切比小丁再小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樣在吃的時候 比較可以吃到一些這個紅蔥頭的口感跟味道在 不過也是可以看個人喜好啦 不管要切大切小在這部分就比較沒有太強制性這樣子 如果手邊沒有紅蔥頭的話 當然是可以用一些紅洋蔥或是白洋蔥來代替 不過傳統上的風味還是會以使用紅蔥頭為主 對但是就是提供給大家一個 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一個比較簡單的替代的方案 剛剛的蔬菜都先把它切好放在一盤備用 接下來準備起司的部分 取烤碼怎麼能夠少了起司呢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我平常家裡就都會固定存放的這個 Parmigiano起司 那比較傳統上可能會使用Paccarino 那但是其實說真的你可以使用你手邊任何你方便取得 然後是比較可以融化性質的起司都是可以的 不過每種起司的味道不太一樣 它烤出來的味道會稍微有點不同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 那起司我先用這個microplane把它刨成細絲 然後就可以放置一旁備用 那今天取烤的部分 我們還要使用這個日式麵包粉 它其實就有點算是炸天婦羅粉 這個在我們之前做馬鈴薯蟹餅的影片中也有用到 一樣先把它倒出來放置一旁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炒這個料 然後來做醬汁 我們先把奶油加到鍋中 稍微融化後把切好的乾蔥碎倒進來 這部分用中小火就好 因為這個乾蔥已經切碎了 並不希望它的火太大 它這個乾蔥碎一加進去可能就會焦掉 我們的目標是把乾蔥炒軟就好 沒有要炒到上色 我們不要它上色的味道 就是有炒透炒軟就可以了 這個乾蔥因為已經切碎了 所以要炒透其實也是很快 炒透之後就可以把這個切碎的菠菜加進來 菠菜加入之後先不斷的攪拌 它就會釋放出水分 然後就會慢慢的像畫面中這樣子 它就是體積越來越小 體積越來越小 這部分其實不用加水 因為它這個葉菜類本身含水量蠻高的 那只是一開始要稍微勤奮一點的攪拌 那所有的菠菜葉都已經出水 已經像畫面中這樣子看到 就是變得有點一坨一坨的感覺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鮮奶油 鮮奶油加入之後 我們邊攪拌邊加熱 讓這個菠菜跟鮮奶油可以比較完整的混合 然後就用中小火持續的加熱 讓鮮奶油濃縮 我們大約會濃縮到一半左右的程度 濃縮到這個程度之後呢 我們加入檸檬汁 再把它攪拌均勻 這個醬汁就算是初步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先把它裝在容器裡面備用 那這個部分是可以提前做起來 放在冰箱中存放的 所以你可能在生蠔抵達的前幾天 就可以先把它做起來 這樣子在當天就比較不會那麼的忙 醬汁處理完之後 我們就來進行生蠔的部分 那生蠔拿到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清洗 因為它上面都會有非常多的泥沙在上面 那雖然生蠔跟一般在台灣 就是很好購買的這個鵝啊 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能夠生吃的生蠔 那它在不論是飼養或者是在運送儲藏 這些每個步驟上都有一個蠻嚴謹的規範 那你必須要都符合這一些規範之下 它的生蠔才是可以生吃的 那因為台灣周遭的海域溫度本來就比較高 那不論是在飼養環境或者是剛剛說的啊 儲存還有運送過程 其實並不是都有符合這些規範 尤其是在飼養這部分就已經不符合了 所以它其實並不符合生吃的標準 那不論是在一些夜市攤放啊 或者是甚至網路教學影片 都會有在教大家生吃這一種 不知道能不能生吃的生蠔 我個人是蠻不建議的啦 因為這個在食安上是有相對一定的風險在 不過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今天這個影片 是直接做了兩種口味 因為這個取烤的這個部分 當然就比較沒有這部分的疑慮了 你可以把它烤到熟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台灣很常購買到的 這種鮮柯蠔來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要直接生吃的話呢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建議啦 好這些生蠔都清洗刷洗完畢之後 就要先把它一個一個來打開 開的時候就是用這種專門開生蠔的生蠔刀 然後可以看到生蠔這兩片殼 它在尖端的地方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洞 就是用生蠔刀從這個洞把它插進去之後 我會用稍微有點左右左右搖的方式 讓生蠔刀往它這個旁邊的縫去移動 那你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你手一定能夠感覺到 它原本兩片很緊閉的生蠔殼 會隨著你刀子的移動 然後就是有一點點鬆開 當感覺到它已經夠鬆開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旋轉一下下這個生蠔刀 你就會聽到啪或者是咔的一聲 你可以感受到它這個生蠔殼已經打開了 打開之後呢 再用生蠔刀沿著上面平的這一部分去刮 就可以把它上面這個備注連結的部分 給切開 那再用生蠔刀把底下凹的部分 一樣的方式把這個連接處給切斷 那如果是要取烤的話呢 可以直接就這樣子用了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生蝕的話 廚師都會把它做180度的一個旋轉 因為它在上面的切面通常會比較不好看 有時候可能刀子有戳到這個生蠔肉啊 就是可能破掉啊什麼的 所以把它旋轉之後 它就是會一個看起來比較完整的形狀 那在生蝕的時候 這樣子是比較美觀的 但是要烤熟的話就是倒是比較無所謂 生蠔都打開之後 就在上面各加上一匙 就是這個剛剛做的菠菜 跟這個濃縮鮮奶油的醬汁 然後上面我再刨上一層新鮮的起司 那也可以用像Mozzarella起司啊 或是Pizza起司這種來做一個代替也是可以的 起司加上去之後 在上面再撒上這個日式麵包粉 或是炸天婦羅粉 然後就把它用烤箱 你可以用上火 就是單純用上火烤 那也可以用攝氏170度左右的烤箱去烤 那烤到這個表面麵包粉金黃上色 那其實也融化 通常這個時候你的裡面的蚵仔 大概已經熟了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了 那今天這個烤生蠔呢 我搭配了一些家裡剩下來的木素鴨 然後還有這個之前在影片中做的這個 煙紅洋蔥 一點點酸酸甜甜的來做提味跟一個搭配 旁邊還有這個切下來的檸檬 有的人喜歡吃一點酸可以擠一點檸檬汁 好然後因為烤生蠔是全熟的 小朋友吃也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就要來讓我們的小小試吃員來試吃一下了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好吃請比讚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生蠔搭配Minone醬汁還有洛克菲勒烤生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